赛斯让你成为命运的创造者 王继庆 命运的囚徒还是命运的创造者 世间万象皆由心生 你眼中所见的世界就像一幅立体画 每个人都在作画的过程参与了一首 作画者本身也是画的一部分 而出现在画中 外在世界无意里不是原生于内 也无有一动不是先发于心 个人实相的本质 我们的肉眼是向外看别人和世界的 却看不到自己 我们的自我是与外界打交道的 却不善于自省 我遇到太多人甘于做命运的囚徒 不是自爱自怨便是愤世嫉俗 赛斯讲过一段令我惊心动魄的话 你们曾经怀抱着决心踏上今天所走的路 你运用着各种资源去追求那一度 你认为合理的目的或理由 如果你目前身心健康 事实顺遂 大概不至于反对他的话 但如果你正处于水深火热中 你大概会立刻穿上骤甲 以攻击代替防卫吧 来 暂且停火 听听老人言吧 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本书里 赛斯苦口婆心的 洛里巴缩的 对我们百般开导 他的目的何在呢 他要提醒我们的是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 我们并不必任凭自己的潜意识摆布 在面临外力的时候 也不是毫无自主之力的 他让我们看到 是我们自己形成了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既不必顺从命运 也不需反抗命运 因为命运根本是我们自己创造 因而可以掌控的东西 你明明是主人 却自甘做奴隶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负责 所以你可以怨天怨命 怨父怨母 怨外境怨别人 就是无法面对自己 依赖便不必负责 此所以这么多人喜欢盲从 喜欢被所谓的大师牵着鼻子走的缘故 不瞒你说 我以前也是最会怨天尤人的 我恨自己不够美丽 我怨父亲太过偏心 我怪父母的不和及离异 直到我读到灵界的讯息后 才恍然大悟 并不是说 我从此便自认天仙下凡了 而是我明白是我的灵魂 事先选择了这样的肉体 这样的父母 这样的家境 所以我下一步要问的是 为什么 我从中又可以学习到什么 基督教好像说过 上主不会给你超过你能附和的重担 我们也要信任自己的存有和灵魂 他不会给你超过你能附和的东西 你们一定好奇 我学到了什么 我的灵魂为何选择这样的安排 我想了很久 也想出不少歪理来 我是一个不很美丽的女人 如此 当异性爱慕我时 我便可以确定 她不是被我的皮相吸引而来 我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肯定 如此 我才真正体会到爱与肯定的重要性 也能了解同样遭遇的人的苦痛 并且找到真正可以给予我们爱与肯定的人 我们的存有 同时 由于身在逆境 激起我反思和叛逆的性格 我不服命运 反对权威 质疑男性的优越 好奇传统之外 及体质之外的东西 我决定 我不依归外人 不依归组织 只以自性为依归 身体上我没受什么苦 心灵上却受过不少苦 但我并不认同受苦使人高贵这句话 悟您相信赛斯的话 受苦只是让你知道 受苦是不必要的 还有一点 受苦使我能了解别人的痛 别人的苦 而愿意也能够适时伸出援手 我自小品学兼优 在考虑大学科系时 也是选定了自以为未来能独立生活的专业 没料到一陷入恋爱中 所有的雄心壮志全飞出了窗外 只想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从此 我自动地变成了第二性 情感上 我喜欢扮演贤妻良母 以家为我生活的重心 但理智上 我仍不断地家事国事天下事 世事关心 这一份牵挂 后来既撰写杂志专栏而略得抒发 可是渐渐地 我感到自己没有我的身份感 主要是透过丈夫来活 对于许多事 我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甚至是理想 却没有表达和付诸行动的勇气 其实 并没有人压迫或局限我 我像是自求于笼中的小鸟 忘了飞翔的能力 认识赛斯给我的生命 开了一扇天窗 从研读赛斯书中 我得到了许多啊哈的体验 小字个人心里的困境 大到宇宙万机的秘密 一一获得解答 不过 由于赛斯一方面是非主流的 一方面又是如此博大精深 我一头撞上 与后来许多读者同样的问题 我好孤单 周遭没有一个人懂赛斯 要跟他们谈 真是谈何容易 很少碰上英文好道 可以看原文的统号 只在回国后埋头苦读赛斯书 幸好 那一股傻劲渐渐地开花结果 多年来 有一个在黑墙 黑地毯 黑桌子的小书房中 孤军奋战的女子 变成今天读完赛斯书 引来不少同好 还献出居所 供他们聚会和交流的我 我终于走出 自闭的小女人命运 成了众人可以亲近的王姐 我选择了我喜爱的身份 照顾 抚慰 点醒 尚未找到自己的人